胡大哥 现在 我们要上哪儿去找胡周八道 走了足足一里路 素心才终于开口 虽然 好不容易才碰上的线索 被胡燕简简单单地放弃了 但看他一脸笃定的表情 素心相信 胡燕一定早已做好打算 而正如他所预期 胡燕想也不想 就给出了答案 只是 这答案本身 却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马 胡燕低头辨认着地上的足迹 一边缓步向前 一边达道 我想 跟在刚才那三个家伙后头 也许可以找到其他的线索 他们 素心不禁感到疑惑 他们不是也和我们一样 是来打探消息的吗 跟着他们 怎么可能找到胡周八道呢 胡燕唯唯一审 反问道 如果他们也是在找胡周八道 你不觉得 他们与那些村民的举动有些不合常理吗 不合常理 素心转着眼珠 回想方才事情的经过 摇了摇头 不会啊 莫说那些人是从官府来的 就算只是地方恶霸 村民们会忍气吞声 委曲求全 倒也在情理之中 村长对我们的态度是激烈了些 但是 从小五所说的那些话来看 胡周八道似乎曾经帮了村子不少 而且 他们为了胡周八道 一直受到官府的欺压 想到这些 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大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说的没错 但是 胡燕停下脚步 转头向素心问道 既然 村民们已经这么明显地站到了胡周八道那边 若是官府真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什么消息 便不该是采取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 素心轻醋而眉 偏着头响了一响 你是指 他们不应该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压迫村民 你说对了一半 胡燕咧嘴笑道 我是指 如果他们真想问出什么 要不是温和的诱导 要不 就应该采取更强烈而严厉的方式才对 但是你回想一下 方才那个领头的家伙不但没有诱导 甚至还三番两次阻止查扑大娘说话 而且 也没有询问其他村民的意思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与其说是查探消息 从他们遮遮掩掩的态度来看 反而更像在隐瞒什么 况且 身为官府中人 要是想查胡周八道的案子 大可以关押几个村民 或是直接派上一队人马 守在村子里 连续询问个三天三夜的 绝对比现在这样 每隔几天来捣乱一次的做法 更省事也更有效 不是吗 胡燕将心中所想娓娓道来 听得肃心不住点头 同时暗怪自己 居然完全没有察觉这些疑点 大概是自己先入为主 把那伙人当作土豪猎身的印象太强了 所以才会忽略这么明显的矛盾之处吧 肃心一边在心里找借口安慰自己 一边追问 可是 胡大哥 如果官府不是要追查胡周八道的下落 又为什么要为难那些村民呢 好问题 我也不知道 胡燕两手一摊 满脸魂不在意的样子 让肃心一时间 也不禁为之语色 至少 这总该跟胡周八道有关了吧 这语气 究竟是疑问 还是其愿 胡燕听在耳里 却一点也分辨不出来 但愿如此了 他只能这么回答 但愿如此了 在接下来的这一天里 胡燕发现了很多堪称幸运的事情 而其中最值得庆幸的一件 就是一路上 虽然遇到不少岔路 但那三个家伙 却总是选择了那条人机罕至的小径 蜿蜒曲折的山林小径 不同于城镇之间的官道 莫说铺上石块 就连基本的修整都没有 两旁青草丛生 不时还有几条枝崖或树根横根路中 不论是谁 走在这样的路上 都必然会留下些什么痕迹 而多水的江南气候 再加上挡去不少阳光的茂密山林 更是让潮湿的泥土地 清清楚楚地印下了那三人的足迹 胡燕甚至没有花费什么精神 就轻而易举地追上了他们 结果 最麻烦的事情 反而变成如何不被他们发现 跟班的那两人也还罢了 但那个领头汉子 既然能看到自己出刀 胡燕可是一点也不敢低估他的实力 于是 另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 就是胡燕怀里还揣着那三枚烧饼 好在有这三个烧饼 所以当正五十分 对方在另一个小村子里 大快朵頤的时候 远远坠在后头的他们 还能聊以冲击 等那三人九族饭饱地离开 胡燕两人才跟着进了村子 除了在天蝎干粮饮水 以备不时之需 一方面也顺便打探消息 看看那三人是否真是官府中人 来此处的原因 是否也同样是为了那胡周八道 虽说胡燕并不担心跟丢了目标 但是为了小心起见 他与肃心 在稍微估算了对方的绞成之后 还是决定兵分二路 尽量节省时间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两人重新在村子口会合 如何 有探听到什么消息吗 胡燕开口问道 不过 看肃心双手环抱常见 垂手鞋靠着路旁树干的模样 大概也猜到了答案 还是不行 他摇摇头 嘟着嘴无奈地说道 虽然大概可以确定 那些人的确来自官府 但只要问及他们来到此地的缘故 村民们个个都是讳莫如深 更别说那胡周八道了 一说到这个词儿 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看到精明的肃心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娇俏模样 让胡燕不禁哈哈大笑 有过十一居雨先前那村子的经历 他完全可以想象 肃心是才遇到的状况 你还笑 到时候找不着胡周八道 看你回去怎么交代 肃心低声咕弄着 顺带白了他一眼 却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 等等 胡大哥 你手上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 胡燕举起左手拎着的油布包 本来只是想买几张面饼 正好看到旁边晒着鱼干 就顺便买了两条 不是 我说的是你另一只手拿着的那个 肃心挪挪嘴 指向他的右手 原来 胡燕的右手抓着一条麻绳 绳下还绑着一个 通体漆黑的酒坛 这个 不 不是 这不是 看到肃心称怪的眼神 胡燕急急忙忙想要解释 不知怎的 却突然结巴起来 不是什么 你可别跟我说 这里头装的是茶啊 胡大哥 肃心撇撇嘴 埋怨道 人家这么辛苦的 去帮你打探消息 结果你居然跑去买酒喝 就算你再喜欢喝酒 也不能这样啊 被劈头念了一顿的胡燕 满脸无辜 说道 所以我说不是了吗 这坛子里头装的 就只是水而已啊 水 突然听到这回答 肃心先是愣了一下 旋即又更生气的瞪着他 胡大哥 你还想骗我 哎 我没有骗你 这里头真的只是水而已啊 不信 你自己打开来闻闻 胡燕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手 把酒坛递到他的面前 而肃心一手扶住坛底 一手轻轻揭开酒坛风口 半信半疑的低头一袖 撬脸树的羞红 你 那你买水干嘛 而且还故意装在酒坛里 就算明知是自己错怪了他 肃心还是硬把责任推到胡燕身上 而面对肃心耍赖般的举动 他也只能呵呵一笑 装傻带过 耐心解释 我只是想 他们这样一路 本今夜找了各村子投诉 我们免不了得在外头露宿一晚 夜里毕竟不比白天 要找食物饮水 都不那么方便 所以我才多买了两条鱼竿 顺便讨些干净的泉水 谁知那店里 正好没有剩下的水袋或竹筒 只好多花几文钱 跟他们讨了这个空的酒坛子装水了 真是的 那你为什么 肃心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一抬头 对上了胡燕那双带着温和笑意的眼睛 他突然感到脸颊一热 急忙转过身去 算了 我们赶快走吧 不然那三个家伙就要走远了 万一这次跟丢他们 恐怕就真的找不着胡周八道 更别说讨回你那笔钱了 肃心自顾自地说着 迈开脚步 往那三人离开的方向走去 已经转过身去的他 一点而也没看见 胡燕脸上意味深长的苦笑 直到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好不容易让心情平复下来后 他才发现了 胡燕一样的沉默 有些心虚的肃心 轻轻地靠了过去 柔声问道 胡大哥 怎么了 呃 没事 没事 胡燕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强笑答道 胡大哥 对不起 我不该胡闹的 看着胡燕似乎有些阴郁的表情 肃心难得低声下气地道了歉 打从有记忆开始 除了父亲与几位叔叔伯伯之外 他就很少跟其他人 有长时间的接触 即使是在外游历的大半年里 少数几次与人结伴同行的经验 最长也不过是两三天的旅程 因此 在这十天半个月的朝夕相处之后 也许就连肃心自己也并没有发现 但对他来说 胡燕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而这些事情 当时的胡燕自然是无从得知 当听到肃心说出对不起时 他突然觉得有些尴尬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 我没有生气啊 那你为什么都不说话呢 胡大哥 嗯 我只是在想些事情罢了 没什么 想事情 是关于胡周八道的事吗 嗯 肃心眼睛咕噜一转 问道 你是不是在担心 万一 他们也不知道胡周八道的下落怎么办 嗯 胡燕笑道 你还是这么会猜 一猜就中 那是当然 肃心得意地眨了眨眼 左手插着腰 右手故作老成的 在他肩上拍了拍 胡大哥你就别担心了 假如他们真的没有胡周八道的消息 大不了 我们再回头找那些村民问问就是 不管那些人再怎么守口如瓶 总会有办法问出些什么的 哎 我就是在想这件事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脸上虽然还挂着微笑 但眼神却转而有些茫然 我在想 如果官府也没有胡周八道的线索 也许就算了吧 算了 肃心充满错愕与不解的疑问 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但他眼前的胡燕 却只是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 他忍不住追问 为什么 胡燕转过头来 迎向他的目光 大概是因为 因为那些村民的反应吧 我想 早上那个村子也好 现在这个村子也罢 看来都是些贫苦的人家 可是这些人 无论老弱富如 都这么努力地维护胡周八道 所以就像你说的 胡周八道一定曾经帮过他们很大的忙 从这点来看 胡周八道劫富济贫的传闻 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不是吗 不过他们这次劫的 可是你家的父啊 胡大哥 肃心眼嘴笑道 他可真没想到 胡燕居然是个这么心软的家伙 是啊 不过 我们胡家用来济贫的父 又何曾少了 胡燕怂怂间 续道 每年我们胡家 除了定期捐些米粮衣物 给附近乡镇之外 对于地方上私塾 寺庙一类的资助 也从没少过 而对我们来说 这200匹和区马的价值固然庞大 但却也非承担不起的损失 若是胡周八道 当真把这笔钱 用来救济这些穷苦的村民 不也等于是替我们胡家 多做了些善事 既是如此 那又有何不可 这 这样也可以 肃心脸上的表情 再次从微笑变回诧异 一双大眼 定定地看着他的胡大哥 却不知道 究竟该把刚才那番想法 归类成或达还是单纯 不 他轻轻地甩了甩头 抛开这个念头 可是胡大哥 这毕竟还是有些不同的吧 再怎么说 行善助人 总是出于你们自己的意愿 但胡周八道 不问你们的意愿 便擅自取了你们的钱财 即使他们真是给了 那些穷苦的百姓 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呀 你说的我也明白 但是 不顾我们愿不愿意 就把我们钱财拿走的 难道就少了 你是说 我是说 你看我们每年缴了多少赋税 朝廷可也不曾问过 我们愿不愿意 而朝廷既然收了我们的赋税 那么既若福清 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让老弱富如皆有所养 不正是他们该做的事吗 胡燕顿了一顿 苦笑道 若朝廷做得到这些 胡周八道自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既然朝廷做不到 由胡周八道代而行之 也未尝不可 胡大哥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肃心皱着眉头 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似的 首先 那些被胡周八道盗取财物的人 承受的可是在赋税之外的损失 那些不义之财姑且不论 像胡大哥你们这样 正正当当赚回来的钱 有什么理由 就应该这样被人取走 而且 若说只要把到来的钱财分给穷苦百姓 抢取豪夺就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那岂不是变成鼓励那些穷苦人家 为了一己之温饱 可以肆意去抢夺别人辛辛苦苦的成果 而不必再努力为自己谋求生路 这样一来 百姓们生活的安定与秩序何在 每个人辛勤工作的意义何在 所以胡大哥 你刚才的说法 只是富人之人 胡周八道的这种行为 根本就是饮阵止渴 虽然乍看之下像是善行 但对于国家设计来说 反而是败坏的根源呢 肃心意正词言的一番论述 听得胡燕不禁在心里大为赞赏 虽然早已领教过肃心的聪明灵力 与口齿便挤 他还真没想到 这个少女竟有这样高远的见识 胡燕一言不发地凝视着肃心明亮的眼眸 全然不知自己的灼灼目光 看得他又是一阵心慌意乱 过了半晌 才慢慢抬起右手 晃了晃手中的酒坛 要不要喝点水 胡大哥 肃心双手往腰上一插 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却不知道该拿这家伙怎么办才好 只能再赏他一个白眼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胡燕曼调思理地说道 鼠窃狗偷 中非正道 这我当然明白 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追下去 如果最后真的抓到了胡周八道 自然是要让他们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 万一我们没有找到胡周八道呢 从村民的态度看来 胡周八道并非什么罪大恶极之徒 我们真的要为了追捕他们 而去为难那些村民 就算我们不使用什么威逼利诱的手段 要那些村民们说出他们的朋友 甚至可能是恩人的下落 只怕他们心里也不好受吧 有道是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所以我才说 如果官府这方也没有胡周八道的线索 那我们就算了吧 那你们胡家损失的那笔钱呢 也这样算了 这个自然 就算找到了胡周八道 要是他们真的把钱用在正途上 我也不打算讨回来了 我们费了这么多功夫 却不跟他们讨回那笔钱 难道 我们大老远跑来 只是为了给胡周八道讲道理 素心心中突然泛起一股 不知所谓何来的无力感 非也 非也 胡燕揭开酒坛上的封盖 浅浅喝了一口 才接着说道 素心姑娘 你觉得 是钱财重要呢 还是性命重要 这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是性命重要了 素心不佳思索的答道 却完全不明白 这问题和胡周八道有什么关联 那么 他接着问道 你觉得 我被中人 行走江湖 是为了钱财呢 还是为了性命 胡大哥 你这又是什么怪问题 我们行走江湖 才不是为了钱财或性命 是为了行侠仗义 那就是了 胡燕府长笑道 我被以侠自诩 即使为了素不相识的人 怒见不平 也会拔刀相助 可以说是一之所趋 致生死于度外 而我们既然为了一个一字 连性命都可以抛却 现在抛却的 不过只是钱财 又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呢 是啊 又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呢 此言一出 素心听在耳里 顿觉豁然开朗 而且他没想到的是 胡燕的话还没说完 况且 储尊已柔 失责于下 不正是素心姑娘 你告诉我的吗 胡燕一边说着 再一次将酒谈递出 而这一次 素心接了过去 他仰起头 豪迈地喝了一大口 从嘴角溢出的一丝水线 顺着白皙而光滑的颈部 一溜而下 呼 他左手拉起衣袖 轻轻地擦去水痕 脸上却如饮家酿般 隐隐浮现一股唐红 想不到 胡大哥记得这么清楚 呵 那是当然 他答道 胡燕神色自若 似乎一点而也没发现 眼前少女的异样 希望他真的没有发现就好了 素心这么想着 但不知为何 心里却感到有些失落 好了 我们也该加快脚步了 要是跟丢那三人 可就不好了 他拨拨头发 将酒谈地还给胡燕 两个人 继续迈开步伐 追踪小道上的足迹 不过 也许是不再执着于 非找到胡周八道不可 心情返教上午的路程更为轻松 虽然过了一个上午 山道的泥土已经不再潮湿 上头留下的足迹也不那么明显了 但是 两人一边寻找那三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不时说说笑笑 倒也不觉辛苦 只是 各把时辰之后 两人在一个岔路前 终于遇到了今天第一个难题 胡大哥 没想到 他们居然分开走了 这下该怎么办 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